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Fast API 快速的Web框架 它不输Go和Node.js 有的人说 您要做Web开发 最好使用Node.js或Go 为什么 因为它快 不要用Python 为什么 因为它慢 对 您说的对 您说的对的前提是因为您知道 Python开发Web服务仅限于Jungle和Flask 对吧 您不知道Fast API 如果有一天 比如说今天 对吧 您知道了Fast API之后 您会改口说 原来Python的Web开发不输购于Node.js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Fast API 马上开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 就这么一个Fast API的基本的使用 首先我先给您看一下Fast API的官网 好不好 咱们访问一下 是这样啊Fast API 我认为您主要用它开发不是Web网站 而是整个系统的API的服务 好不好 OK 咱们看一下 真的是快 好不好 访问一下 过几天吧 我也会同步推出咱们这个构源的这个Web API的开发的课程 好不好 咱们大家请看 这就是Fast API的官网 非常的简洁 是吧 访问起来也是非常快 咱再F5一下啊 哎 快吧 对 他本身 你不能说我是Fast API 结果我拿这个Jungle这个架构 这不可能啊 他肯定用它自己的这个框架构我们对不对 好 既然它是最快的 那么咱们就看一下Fast API 它自身的能有哪些个特点啊 咱们看一下 首先运行快速 它堪比 是运行效率的堪比Go和Node.js 好不好 然后呢 开发快速 代码很简单 既然代码很简单 所以说第三个特点就出来了 它不容易产生bug 而且呢 有很好的编辑器的支持 您只敢开发 它呢 支持Swagger的这个开发规范 并且呢 它简单一学一用 同时呢 短小代码量非常的少 并且健壮适合于产品级开发 这句话非常重要啊 有的朋友说 我这框架好 结果呢 您的框架只适合用于学习 并不适合用于产品级应用开发 但是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Fast API 它是适合产品级应用开发 所以说 我才会给您介绍啊 另外 最后这一点 大家请看 标准 它符合API和JSON的规范 为什么 因为咱们和它的服务进行通信的话 几乎都是基于规范的JSON通信 好不好 今天咱们就马上来试验一下 首先咱们如果想使用这个API的话 那么就要进行安装 通过这个PEAP命令呢 就可以安装上 好不好 哎 稍等啊 通过这个命令呢 就可以安装上 但是如果您紧紧装Fast API的话 是不能够运行的 您还要配套的装一下ASGI 它呢 是WSGI的一个升级版 咱们大家都知道啊 咱们开发Python应用 开发Node.js应用 咱们如果要部署的时候 是需要WSGI的接口嘛 对不对 但是今天不了 今天咱们介绍了这个Fast API 它支持是ASGI 它支持一步调用 应该说是ASGI支持一步调用 才显得Fast API非常的快 好不好 那么今天咱们如果安装的话 是需要安装这两个包的 马上安装 我呢 在本地咱们开一个终端 最大化 然后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怎么大写了 哎 这个奇了怪了啊 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然后进入我的Python环境 好的 清评 然后PEAP 安装Fast API 这个应该是很快就能安装成功 没有问题 接下来安装接口 ASGI的接口 这个应该也不会花时间 好的 咱们安装这两个包之后 就可以使用 该怎么使用 大家请看 他是推荐我把我本地的这个Python这个PEAP升下集 那么借此机会 咱们把它升下集算了 好吧 好 然后先升着 咱们不管了 那么我在本地给您编一个API的最简单的服务 咱们看一下Fast API最简单的使用方法 好不好 咱们在本地建这么一个闷点Py 然后这个代码我给您简单说一下 大家请看 首先这是一个可选参数 对吧 第二个是inputFast API的API 然后在这地方大家请看 在这地方我实力化一个Fast API的应用对象 好不好 然后这个地方是用这个应用对象来注册一下我URL的映射 我这映射一个根 然后在这个根的这个函数里面 我给大家显示了一个什么Hello World 但是这个Hello World是以Json对象的方式显示 为什么 我跟您说过Fast API这个框架 与其说它能够开发网站 不如说它专门开发您的API的服务器 开发API的服务 为什么我特别喜欢API服务的框架呢 是因为今后我的思路啊 咱们建网站我的思路是 客户端可以采用这个VUE 对吧 Bullstrap 可以采用这个Flutter 可以采用这个IOS 可以采用这个Android 对吧 然后呢 它和服务器通信的话 是使用咱们API的服务器 API服务器呢 今天我给你推荐的是这个Fast API 今后呢 我还给你推荐购源的开发框架 GIM 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今后呢 都会做课程给大家讲解啊 好 咱们看 这个地方呢 映射一个根目录 下面大家请看 映射一个Items目录 然后呢 在后面呢 有一个可选参数 这个地方呢 是需要您通过URL进行传入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什么都没做 给您返回了一个 您注入什么 我给您返回什么 这么一个内容啊 同时 它接收一个这个可选参数干什么 还可以进行查询 好不好 咱们就把这个代码呢 简单的运行下 看看实际的运行结果 马上开始 Ctrl C拷贝 然后 这个装完清空 直接拿弄一个man.py 把代码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然后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服务文件 非常的像Flask 对不对 所以说Flask尽量清亮 它比Flask还清亮 为什么 因为它支持异步调用 马上开始了 怎么运行 大家请看 下面我给您写了 咱们刚才装了这么一个ASGI的这个异步应用调用接口 然后咱们敲上这个man 然后冒号app指定一下这个应用 然后呢 重新装载 这是支持热部署 然后呢 指定一下本地服务的端口8000 好不好 马上运行 Go 大家请看 我本地已经运行起来 然后呢 咱们通过浏览器访问一下 我本地接口8000 试一下 我这样Ctrl 能不能点啊 可以的 大家请看 因为咱们是跟路径的访问 所以说呢 它给咱返回的是一个Json对象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代码啊 返回的代码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Json的对象 对吧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控制还没什么可看的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返回的其实是一个Json对象 对不对 OK 既然是能返回Json对象 那么咱们就可以再试试其他的服务的API 比如说我这提供一个items 对吧 咱们再试试items 我给你访问一下啊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框架 添加咱们自己的内容 比如说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是吧 咱们提供items items 它就反过一个10 因为咱们没有提供查询的chr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查询chrq等于空 好不好 这个就是大概fast API的开发过程 这还不算完 我跟您说过 它呢 是支持标准的open API的开发 支持open API的规范 所以说咱们能够通过这个open API领域的规范指定者 这个swag swag 是吧 应该叫 它呢 能够访问到 咱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您如果不想通过这个浏览器访问 通过这个crew访问 通过这样敲 也能够出结果 好不好 ok 那么是这样 既然它符合open API的规范 那么呢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swag UI呢 进行管理调试这个API 那么咱们就看一下 那试一下 通过这个UR访问 咱们还是8000的端口 然后敲上一个dosc 然后docs一回撤 那请看 咱们开发的API 在这地方呢 有一个一览表 咱们根据这个一览表呢 就能够去调试咱们开发的API 而不用说在这地方一点点的敲 不用 为什么 它给咱们一个调试接口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有个try it out 咱们就说 不用在这儿敲 就能够去测试一下这个API 我点一下这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可执行 点一下执行的话 它会给咱们把整个API去执行一下 然后这地方说 如果您要是执行的话 可以在您的命令行 敲这个命令也能执行 如果在浏览器呢 敲这个UR也能执行 然后这返回一个执行的结果 是吧 类型呢 是这个JSON application JSON 大家请看 有这么一个工具的话 咱们开发调试都变得非常的容易 非常简单 对不对 因为咱们提供了两个API 所以说咱们再看下面的API 这是查询一个items 对吧 点开之后 大家请看 需要听两个参数 一个是ID 一个是查询串 咱们不管 咱们try out 我要试一下你 对吧 怎么试 这出来了吧 对吧 下面呢 咱们大家请看 媒体类型 是一个JSON 等等 等等 这些地方 咱们都可以去自己的定制 完全的没有问题 好不好 OK 咱们试一下吧 执行 这地方稍等 我说 比如说我这是ID给100 查询串给一个ABC 行吗 咱们简单一点 点击 大家请看 它会模拟这个提交 宁特库这样的提交 然后呢 如果是您通过UR访问 这样的提交 是Gate提交 对不对 然后呢 这给您返回了一个 它呢 响应的结果 对吧 这是响应的头部信息 完全的没有问题 而且呢 速度非常的快 绝对不输Node.js和Go语言 好不好 以后有机会呢 我会给您比较一下 什么 它和Go以及Node.js的区别 Node.js说起真心话 在生产环境 我不推荐使用Node.js 反正我感觉Node.js的框架 怎么说呢 略显凌乱 不如这个Java呀 怎么说呢 不如这个Python规范 略显凌乱 就是说呢 如果您开发产品级的应用 我不推荐于这个Node.js 但是 今天咱们有了这个非常快速的开发框架 Fat.js 我觉得您是否用于生产环境呢 您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适合您的要求 我认为 今后如果我开发一些这个Apply的话 因为我现在正准备开发这个Apply课程 比如说今后我开发这个IOS应用 或者开发安卓应用的话 我服务器端架构 也许我会采用Fat.js 或者采用Go 但是因为我已经开发过Node.js 所以我说我不会采用Node.js架构我的APS服务器 我宁可用Ruby.js 也不想用Node.js 这是我可能对Node.js一点点的偏见 今后Dino怎么样 我很期待 如果Node.js的弟弟Dino非常好的话 也许我会用Dino构建我的服务器的APS 好不好 OK 现在说点多了 不管怎么说吧 Python给咱们提供了另外一个非常好的 不仅是开发快速 而且是运行快速的框架Fast.js 我觉得值得推荐给您 您有时间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你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课件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下载在您本地运行一下吧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